小狗动物比猫狗动物它的爪子没有那么灵活 但是嘴巴更厉害 它这个嘴巴跟鼻子都很长 所以嗅觉也很厉害 你看哪个地方长 它的这个神经就比较丰富 比较多元 耳朵长 那耳朵就好用 当然 它的嘴巴也厉害 这个系列呢 有三个 第一是零点到八点 或者是十一点 就是晚上十一点到七点 第二呢 就是这个是狗 第二是狼 狼是八点到十六点 到下午四点 或者是 这个七点到下午的 十五点 三点 那最后一个柴 是十六点到晚上的零点 或者是 十五点到晚上的二十三点 那首先说狗 那狗呢 是人类的好朋友 任何动物 其实 它都是多多少少通人性的 但是狗呢 我们 离人 更比较近 驯化的也会多一点 因为狗的特性呢 它是忠诚的 所以人更喜欢 养狗的比养猫的要多 比其他的更要多 那狗呢 那狗呢 当然了狗障人士 这个也是在不好的一面 就过于依赖 所以这种人 对应这个世间出生的 他就会有这种 依赖性 就不问青红皂白 就反正你养罗 那你就是好 不辨明这个大道 究竟如何 所以呢 就是 出了事 管它好坏的 兄弟们吵架好上 是吧 干嘛愣着再说 谁对谁错 不知道 那相对来说 这个 看起来还是比较面善一点 我们现在 这个视频很多 就发现这个狗 也是非常聪明的 给人驯化 因为他长期一个人接触 接的人气也会多一些 相对于说 这个狼 下面说的这个 他就没有那么的 因为他激骜不驯 实际上狼头头 我们也看过 早年据说是狼是 驯化成了狗 改变了这一类 其中的一部分 当然 如果你从很小 开始养这个狼 还是有机会 驯化 那 当然成功率 这个 这个驯化的程度 也是 小一点 那狼 他这个野性 男训 很厉害 你看他的牙 自压力 比狗 比较厉害 那 同时呢 他也很聪明 他的团队精神 我们现在 很多这个 甚至外卖企业 讲座 讲这个狼文化 他们自然有 他们的一面 但是这种过于的凶残 过于的这个 甚至讲厚黑 他就有这种特性 所以人呢 如果不是这样 你可能说是 这个太好有争斗 然后我们再看最后 这个柴 柴狼虎豹 他拍第一个 实际上这种动物 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 但是他 确实有他厉害的地方 他长的样子 又像狐狸 然后他又会 这个猎狗的 韬缸之术 这个绝招 他随即 像狐狸 他就更聪明一些 那 他呢 可能 遇到猎狐 更 追着 没完没了 这种人 可能会 比较的贪心 有人用在动物身上 就叫贪婪 残暴 凶残 这些 都是在其中的 因为一节课 讲三个动物 实在时间有限 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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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婪